大家好 今天一早来鱼塘这边发现鱼塘缺氧了 这个镇氧机我是定的每天凌晨4点钟 然后关掉 这两天是阴雨天 比较容易缺氧 然后今天早上一来发现这个鱼塘表面上千条鱼 都在这个鱼塘表面 斧头就是缺氧 然后估计要一直开 开到第二天早上8点钟 现在镇氧机打开 全是那个草鱼围着镇氧机 这是缺氧的表现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镇氧机旁边全是草鱼在那边围着断 大家可以看到草鱼的尾巴 仔细看的话就看得到 全是草鱼都缺氧 幸好今天来的早 要是出了问题那麻烦了 现在草鱼的价格还可以 我比较满意的价格 然后等这个鱼饲料 我这边还有20多包的鱼饲料吃完了的话 就开始干鱼塘卖鱼了 然后我这个鱼塘里面不是有好多鲤鱼吗 好多杂鱼 我现在租了一个鱼塘 那个鱼塘三年没干 然后这个鱼塘干掉之后呢 里面的鲤鱼 杂鱼 我全会搬到那个鱼塘里面去 然后那个野塘以后专门用来养 鲑鱼 养个千八条鲑鱼 养鲑鱼之前那个鱼塘还会 放一些鱼花在里面给鲑鱼吃 这个鱼塘就是路不好哈 没有路 要靠走路哈 三轮车开不上来 大家看一下 这样的路怎么开进来呀 野鸭子 现在已经到了啊 就是这个鱼塘 这个鱼塘的水深 平均深度在四米 四米五左右 然后深的地方有七八米 像我身后那一大片 都是在八米左右的深度 然后鱼塘的面积差不多是 七亩左右 鱼塘不算大 但是它的水质非常好 现在我们这边将近四个月没下雨 那还是有水流到鱼塘里面 只是说 那个出水口啊 现在在放水 在退水 所以这个水没有存满 现在我把这个鱼塘给租了下来 一年的租金是一千两百五十块钱 如果明年 养这个鲑鱼啊 挣到了钱 那么继续租哈 然后这里面的鱼 目前还没有谈好 里面的鱼啊 还是他们的啊 改变跟他们谈一下 把这个鱼也谈下来 里面有黑鱼 大的黑鱼 上次钓鱼的时候看到了 他说还又放了鲜鱼在里面 啊 他三年没有肝 也没喂鲜料 也没怎么喂草 草鱼上次我钓的时候有半斤的草鱼 还有一斤的草鱼 大的有两斤的草鱼 到年底的时候把这个鱼塘干了 然后把 该卖的卖掉啊 然后 再把我拉在鱼塘里面的鲤鱼全部移到这边来养 到明年三到四月份的时候 鲤鱼会缠载哈 缠了载之后 再过一个月左右 然后就把这个桂鱼苗放下去 然后还喂养一些鱼花在里面 看一下能挣到钱吧 给大家看一下这鱼塘的整体面貌啊 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鱼塘 这鱼塘的面积嘛 和我拉个鱼塘差不多大啊 但是水质要比我拉个鱼塘好 深也要深 我拉个鱼塘平均深度是两米 这个鱼塘平均深度在四米以上 然后这些木材啊 然后这些木材啊是东家放在鱼塘里面的啊 是防着别人来钓鱼偷鱼 钓鱼的话就容易挂到这些树枝 大家如果有懂养鲑鱼的可以这个刀啊 在评论下面教一下我啊 然后这里面的鱼塘不喂飼料啊 就喂小鱼仔给他们吃 我拉个鱼塘里面估计有上千条那个鲤鱼 真的有鲤鱼繁殖特别快啊 然后 下面我还有一个野糖 就是拉个大鱼塘下面有一个野糖啊 以后那个野糖专门用来养鲤鱼 让他们繁殖 现在回家了走路 东的啊 在评论下面教一下我哈 现在回家走路